再看下面这一段 第四 苏朝云 惊淡 一心痴迷 急得不退 此内直指凡夫 自行究竟称夫 若能地心 地真心 何须便利散尘 久经多界 大臣教理通常讲 菩萨修行 第一个二三七七 经历 四规则 是心是诸 是心是会详 第一个二三七七 第二个二三七七 从初地到七地 第三个二三七七 八地九地十地 这么长的时间 经历这么多的位置 那么净土法门不需要 净土法门就一句佛号 海行 海青 两位法师 做个我们看了 哪有那么麻烦呢 这两位大德 都已经往生 自在往生 说说就说 那海青法师 留下精神 留下全身 是 海青上老后上 给我们表演的 一百一十二年 一百一十二岁 二十十岁出家 修佛 修佛九十二年 就这一句佛号 他连早晚课 都不会做 所有经浊 他都不会 别人做早晚课 他在旁边听念阿弥陀佛 那些人成就 哪一个能比得上他 他给人治病 当地乡下人 相信他 有病痛都找他 他在草队上 把一点草的时候 叫你回家去吃 就吃好了 他也没有药方 也没有讲什么道理 只要他摸过的东西 这些花草的时候 都变成良药 所以当地人说 老化上有神度 你从光地上 细细看 他真有神度 他不是假的 他不露出来 遇到这个法门 大臣经讲的 我们要相信 都是过去 无量借种 供养 无量祝福如来 今天才遇到这个经本 冥冥当中 得到无量祝福的价值 你才能信 你才能信 你才能悦 你才肯念福 那老化上的母亲 表演了一招 让人看到 又不能不相信 他母亲86岁 年佛往生 往生之前 原来住在 来佛寺 跟了老化人住在一起 因为晚年 老化人照顾 母亲 有一天突然 给老化人家 回老家 老化人怎么去 也不行 一定回老家 只好陪他一起 回老家 所以 回老家 把他女儿 找来 侄女 的家亲眷属 亲人 找来的时候 老太太 亲自下厨房 包饺子 晚上在外面吃饭 吃团圆饭 吃完之后 他坐在椅子上 腿一爬 告诉大家 我走了 真走了 就这一句话 真走了 你说多自在 多潇洒 老化人是小的 他往生 他到老家往生 要给这些 要给这些 晚辈看看 表演给大家看 老后上 那时候 环境很不好 很草率地 把他买 买了 好像隔了六年多 老后上心中是不安 想把他的 坟挖出来 换一个比较好材料的棺材 改藏 那 坟挖出来之后 棺材打开 人没有了 棺材来干干净净的 留下几颗定棺材的 钉子 人不见了 始终是个谜 到现在没人知道 老后上也没说 这是不是菩萨化身 这很难说 那告诉我们一句真实话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娘当地 他妈妈也是 一家人 乡村里的种田 生活非常艰苦 所以 没有上过许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词 一家人 他的父母 祖父母 都是修佛的 都是念佛 念佛的释迦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 没有别的 对于极乐世界 真相信 对于阿弥陀佛 真相信 没有丝毫怀疑 文化大革命 是你 遭受多大的苦难 他念佛没间断 不准念佛 不准念佛 心里念佛 不准念佛 干什么事情 顿念佛 就这一句佛 连持大师当年在世 四次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相信 老和尚见阿弥陀佛 决定不止四次 这么苦 谁来安慰他 阿弥陀佛来安慰他 有人问他吗 你们看光队就晓得了 他见阿弥陀佛 要求阿弥陀佛 接引他往生 阿弥陀佛不肯 嘱咐他 留在世间表发 广义的表发 做一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给修佛的人看 你看我们镜中 这五个空母 镜与三父 他也不懂 但是他做到了 小阳父母做到了 尊敬师长做到了 你看他的师父 师父往生之后的顾会 那师父也了不起 他的那个墓 他墓 应该是他丰富的 把他的顾会 埋在石板下面 他的下面 文化大革命 红卫员破坏 把这个塔打开了 打开里头什么东西 如果是顾会在的 早就把他毁掉了 他在下面 没人知道 逼着问 逼着这个 海鲜老人问 真不知道 到以后 再往下面挖 挖出来了 才知道老和尚有神通 知道有这个劫难 把顾会 把他下面去 所以这个顾会能保存 这他老师 师父 重新给他改造 建塔 树碑 这文化大革命之后 比如说出家人换宿 他不换宿 但是不准他住庙 当地生产大队 叫他去当大队长 不准念佛 心里念 不准拜佛 晚上拜 大家都睡觉了 他起来拜佛 大锅菜里面 有昏心 他吃过边菜 遭受多少苦难